恐怕還有政大教授張金二 因為柯文哲打房拋出第二戶不能貸款 還要逼出台北市8%的空屋 但是張金二卻認為 這樣的做法根本沒有用 今年開始的那個房屋稅 等到大家收到自己的房屋稅的那個 那個賬單的話恐怕會嚇一跳 柯皮打房再出招要逼空屋市出 不過看在學者眼裡恐怕只是嘴巴說說 豪宅稅只有3000多棟 換句話不到1%的受到影響 從房屋稅豪宅稅到屯房稅 薪置稅付樣樣加重 但以北市去年約103萬戶來說 影響比重不到1% 收到賬單恐怕很難嚇一跳 幾千萬的房子4千萬3千萬的房子 如果只交幾千塊 一年半年交幾千塊的這個房屋稅 你覺得如何 所以現在把它提高到幾萬塊錢 像看起來好像漲了一倍兩倍三倍 可是事實上也從幾千塊到幾萬塊錢 你覺得合不合理 學者也點出第二棟房不給貸款 恐怕達不到有錢人 反而讓換屋的自住小資族 心驚驚 你有兩戶房子要換屋 就不能賣貸款 另外一個也使得你要自住的人 要買給爸爸媽媽 買給小孩子 你也不能貸款 稅付雖然加重 卻被外界批侵放 根據房屋網站統計 今年329檔的推案量 北中南高達3092億 雙北市就占了北台灣總體量的四分之三 建商回房雙北市推薦案已成大趨勢 第二戶應該還是可以貸款 我覺得跟打房應該不太有關係 我們一般人可以感覺到 然後覺得自己真的可以買到房子 我覺得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民眾用心打房難落時 可疲逼空屋減貸款 能不能真的拉低房價 有待市場考驗 東森財經新聞蕭涵雲家好 台北報導